詹姆斯北京時間8月10日,今年11月22日,勒布朗詹姆斯將帶領胡人隊客廠挑戰騎士隊。 這將是詹姆斯加盲胡人隊之後首次回克里夫來打比賽,而克里夫來的報紙看起來並沒有原料詹姆斯再次離開騎士隊。 克里夫來老十人保,今天打出了這樣一個標題,11月21日,朗佐鮑爾和胡人隊造訪快帶球館,下面的一個副標題是,前騎士隊球人詹姆斯預計也會上場。 很顯然,這個標題是在嘲諷詹姆斯加盟胡人隊,至少從字面意思來看,胡人隊屬於朗佐鮑爾,但這也可以理解,畢竟詹姆斯今年夏天再次離開騎士隊,讓不少騎士隊球迷感到很難受。